乳房X光检查一直被认为是从乳腺癌做抖症的最有力的武器。 最新的研究持续了25年,有9万名妇女参加。 这项历来最大规模的研究,却向乳房X光检查的有效性提出了疑问。 参加研究的妇女被分成两组,第一组进行常规的乳房X光检查,第二组人只做手工乳房检查。 25年后,研究人员发现,两组人中有同样数量的人死于乳腺癌。 格雷索克西等乳房外科医生说,乳房X光检查并不是发现癌种的完善工具, 特别是对那些乳房组织密集的妇女来说,尤其如此。 在检查密集组织乳房中寻找癌种,就像在暴风雪中寻找白熊,很难找到。 研究还发现,乳房X光检查会导致不必要的手术,化疗或放疗, 因为这种检查发现的肿瘤并不一定会威胁生命。 新研究的撰稿人贝恩斯说,研究发出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。 帮助女性的并不是乳房X光检查,而是更好的治疗和提高人们的妨碍意识。 那么应该做什么呢?常规乳房X光检查在54岁的舒尔曼身上发现了恶性乳腺癌。 我绝对肯定检查救了我的命。 可是,帕拉西奥等妇女做了常规乳房X光检查,却没能发现三个晚期肿瘤。 甚至在发现癌肿前一个月,我做乳房X光检查的时候,他们还说,你没事,回家去吧。 一位癌症专家发现了X光检查没发现的癌肿。 经过化疗和手术,帕拉西奥治好了癌症。 对加拿大的最新研究仍然有很多问题。 美国癌症协会的温德博士说,这是唯一一个显示乳房X光检查不能拯救生命的主要研究。 温德通过Skype对美国之音说, 对40岁和40岁以上的妇女来说,避免过早死亡的最佳途径是按时做乳房X光检查。 综合所有各种实验的结果,这是一致的观点。 现在,问题仍然是,妇女怎样及早发现乳腺癌,挽救生命。 美国癌症学会建议,妇女从40岁开始,每年做一次乳房X光检查。 该学会,今年修订她的指导方针的时候,可能建议那些乳房组织密集的妇女也要做手工乳房检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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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